1月28日上午9点,广州市民李博就来到广东省汽车客运站搭车,但还没进站,他就被拦住了。 旅客进站都需要出示健康码,但老人家的手机怎么扫都显示不了健康码,几位老年朋友也爱莫能住,不过车站工作人员很快就给老人们找到了办法。 如果他没带身份证的话,这边可以输入他的那个号码,那个身份证的号码和姓名,有点确认以后,我们就追于那个后台进行核验。 这个不仅仅针对老年人可以使用,他的面向群体是所有持有身份证的这个用户都可以,包括他是全国通行的,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,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老年人去出行,更便捷的让他们去在全国畅通无阻的出行。 所以针对老年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通道。 工作人员演示的就是2021年春运首日,在广东省汽车客运站长者绿色通道正式启用的健康防疫核验系统。 现场可以看到,旅客只需要将身份证临接处放在识别设备上方停留2秒,健康码信息就会实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,绿码的旅客就可以快速通行。 这套系统正是重点为像李博这样的老人家服务的,老人们只需刷身份证,无需手机扫码,就能查验健康码。 原本的健康码查验过程可能需要花上一分钟甚至几分钟,现在仅仅几秒钟便可顺利通行。 事实上,记者在现场发现,遇到验证困难的旅客并不在少数。像这位旅客,他的手机就是一台老年人手机,并非智能手机。 另外,不懂使用智能手机,手机没电,或者是赶时间的旅客也都存在。现在他们都能在新系统上获得便利。 我们省的老年人达到了1477万,占总户籍人口的15.3%,所以这个面是非常大的。 那么这个群体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,飞速发展的智能化时代,他们就显得落后了。 那么基于这种为他们解决这个困难的考虑,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专班,日夜奋战达一个月之久。 所以就开发了,提升了这个核验系统的这么一个服务的功能。 据介绍,除了交通战场,广东也同步在养老院、医院、银行等场所推广使用该系统。 为老年人出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。 同时在春运期间,也能加快车站人流通行效率,减少排队时间,降低人群聚集程度,减少交通压力。 为旅客实现,一正在手,通行无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